全球元首天天忙不停 没想到年薪竟然差很大 意大利总理自愿看薪 一年只拿280万台币 因为国内财政赤字扩大 提交给欧盟的预算案 还破天荒惨遭拒绝 为国内经济着想 甘愿领低薪的元首 还有墨西哥新科总统 罗培兹欧布拉多 月薪台币17万换算年薪 约204万听起来还是很多 但连第一名的零头都比不上 另外战斗民族俄罗斯总统普丁 年薪约470万台币 收入排名吊车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年薪甚至没破百万 跌破外界眼镜 当官就不要发财 发财就不要当官 菲律宾狂人总统杜特蒂 就曾抱怨薪水少得可怜 月薪不到台币十万 养不起两个家庭 美国总统川普反倒没有太穷烦恼 一上台自愿领年薪一块钱美金 元首年薪是账面上的数字 私底下多少利益往来 没有人知道 像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有825万年薪 却被踢爆在巴哈马家族旅游 使用政府专机 全球领导人薪水比一比 尽管数字大多 参考用却满足平民百姓的好奇心 三地新闻众口高导